众所周知,为配合所谓的反恐战争,美国中情局在世界上一些国家设立了黑监狱,秘密拘押所谓恐怖嫌疑人,大搞刑讯逼供,严重侵犯人权。 臭名昭著的关塔纳摩监狱就是这些黑监狱的典型代表,这已经成为美国任意拘押等人权劣迹的代名词。 德国媒体的报道和德国学者的研究表明,立陶宛是这张美国海外黑监狱网的一环。 立陶宛甘做棋子,为虎作昌,却不敢承认,更从未道歉,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所为。 如果立陶宛真有勇气,就应该公开承认并即刻改正。